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明镜焦点 我是维仁 在纽约为您带来最新的重要新闻 香港的反送中抗疫从上个月爆发至今 不但没有减缓的趋势 反而是越演越烈 运动至今已经有五名示威者 因为相关原因轻生了 其中五人 他们的年纪分别为 35岁、21岁、29岁、28岁和26岁 都是正直大好年华 令人十分的痛心 而在这场令香港陷入 政治危机的抗疫活动当中 香港的青年 他们都充当了先锋 他们呼吁政府要撤销 允许将嫌疑人引渡到 中国大陆的立法提案 其中这群年轻人 他们其实是现在在香港的社会当中 对中国认同感最淡 但是他们也是最积极走上街头 抗疫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族群 许多人他们其实在香港的殖民期间都还不懂事 主要成长懂事的年纪呢 都是在香港回归之后 所以为什么这一次的运动 会挑起香港酝酿已久的情绪 尤其是年轻一代人的愤怒呢 也是引起各界关注的要点之一 对于许多涌上街头的高中生和大学生来说 物价和引渡法都威胁着他们 原本已经是越来越艰难的生活 在他们看来呢 引渡法案对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威胁 17岁的高中生他就说 一旦法案通过之后呢 我们的法治将受到无法修复的破坏 他们正在为中国政府手中获得 某种表面上的自治而进行一场最后的战斗 而民间会有如此大的反抗能量 其实也不是一天累积造成的 香港年轻人积怨已深 是更胜于临近的台湾 而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物价实在是太高 而最主要的呢 就是房价了 香港无疑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居住城市之一 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呢 香港的房价已经攀升了 242倍 香港也已经在去年第九年蝉联 全球最无法令人负担居住的城市 所以很多的香港年轻人 他们就认为 香港民选立法议会呢 这个还有议员呢 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 虽然已经是有六届的 这个等于是民选出来的议员了 但是他们几乎不会去思考 要怎么样解决人民的住房问题 虽然回归之后 由董建华主政的头几年 香港人他们的住房情况有些许的改善 但是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房价就像火箭一样快速的上涨 而公共的出租房屋 也就是香港简称的公屋 是给低收入户使用的房屋 的面积呢 也是越来越小 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认为 没有看到立法会的议员 做过哪些事情 来阻止这个情况发生 香港因为经济结构过于单一 以及政府纵容 甚至带头炒房 导致整个社会缺少机会 也让这个各种人才 透过自身努力改善生活的机会呢 几乎是越来越低了 虽然香港的大学入学率只有约两成 跟邻近的台湾比起来是低很多 但是念完大学的年轻人呢 他们大多数依然是前途不佳 除了如果你是读法律 法律 医学 建筑 工程 金融等这些比较赚钱科系出身的人之外呢 其他大多数的科系出身的 这个学生呢 他们在毕业之后 不论是起薪点 或是升职 帐薪 他的方面呢 都是很不理想的 香港的这个 薪水的中位数呢 目前大约是一万七千港元 但是很多的大学毕业生 他们的起薪 都只有一万两千 甚至是一万五千港元左右 所以就要说回我们今天的主题了 就是他们的这个住房的问题 目前的年轻人可能有哪些选择呢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族群来看待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处于这个 比较高薪的族群的年轻人 如果你的学历呢 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会计师 或者是教师医生律师这些的 就是专业人才的话呢 你的薪水大约估计可能是有三万块左右 如果你的配偶呢 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领域呢 那两个人加起来大概是 月收入可以是有六万块的这个港币 那住房的选择呢就是如以下 第一个是首先你没有申请这个公共出租房屋的资格 因为两个人家庭的申请者呢 总录的总录收入的上限是一万七千元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要符合这个低收入户家庭 可以住到这个公共房屋里面的话呢 每个人每个月只能赚八千五百块才可以符合资格 所以呢 再没有办法住在这个公共房屋的话呢 你就只能在外面租房子或是买房子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跟家人住 但是如果是已经成家的这个年轻人的话呢 那想必是要想办法搬到外面去了 所以租房子的话呢 420尺也大概是台湾说的12平的租金 便宜的呢 大概要一万四千元 在香港的这个城中 一房一位的这个单位 平均的租金大约是一万六千五百五十一元 所以表面上看来 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六万块 要拿一万六出来缴租金 其实是可以负担的 但是呢 如果今天是一个小家庭 如果说今天老婆要生孩子 所以只剩下一个人 可以负担开支的话呢 就只剩下三万元了 这的确在这个香港要自己租一个房子 是十分困难的 而且因为香港他并没有出租房子方面的管制 房东他爱占房租就可以随时占房租 说不租给你呢 就不租给你 所以对于这个租客的保障其实十分的低的 所以如果今天房租 房东他临时决定他要把这个房租涨了好几十倍的话呢 是完全拿房东没辙的 而且今天呢也没有这个社会福利上的保障哦 如果今天你失业了 没有收入的话呢 还是要缴房租 没有这个相关失业的配套措施 那就看看另外的选择 如果是买房子的话呢 就是一个小很小很小 420尺的便宜的这个最便宜的单位呢 也是可能是要港币差不多550万 如果地点好一点的话呢 会超过700万 就算是买比较便宜 在这个低标的 算500万的这个单位好了 根据香港政府的规定呢 首期款至少要房价的四成 也就是220万元 另外还要加各项杂费 大约是22至30万元哦 才有可能完成你的头期款 所以如果分20年来偿还贷款的话呢 每个月连利息要偿还1万7千元 所以这跟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每个月平均的房租呢 是还多了1千块钱 所以如果你连这个首期款 都这个存不出来 或是家人没办法帮助你的话呢 可能一辈子都要租房子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过 在过去10年当中呢 香港的房价已经是翻了 这个百分之242倍哦 所以如果没有办法 赶快把这个第一桶金存起来 存到这个头期款的话呢 可能就是永远都会存不到 就是只能一直不停的付房租 因为这个收入的账幅呢 其实是很难追上首期款的账幅的 而且这当中呢 这个房租也会跟着上涨 所以这是比较高薪的 这个小家庭的年轻家庭的部分 那如果今天呢 你们的这个收入是在中心的 等于是中 比较平均的薪资的 这个范围之内的话呢 你的薪水就算 一个人是17000块钱 那和配偶加起来收入呢 大概也是有34000元 这个呢就跟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条件是完全一模一样 只是你的平均收入呢 从6万变到34000 也是一样不符合申请公务的资格 但是由于你可以拿出来钱更少 所以你可以租到房子 当然就是这个选择是更少了 而且呢这个可能会更吃力 更辛苦 住的会要更昭躯一点了 那再说到了这个最底的族群啊 就是低薪的这个族群 低薪的话呢 唯一的希望就是可以申请公务的资格 但是我们刚刚说的 这个公务的资格呢 每个月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呢 一个人只能赚大约8500块左右 这真的是十分十分低的薪水 所以除非你是故意不工作 或是找薪水非常低的工作 或是要求老板不涨自己的薪水 否则以一般的条件来说呢 是非常不可能会让你拿到这么低的薪资的 而且呢要申请公务呢 要等四年才会有编配 在这四年多的时间 你的收入都要维持在这个低收入的这个标准 你才在四年之后有可能可以申请到公务 又是两个人加起来要17000元 这样子的低收入才有可能 那你如果要维持你的这个 可以住在公务里面的权益呢 你要放弃很多基本的权利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职业自由啊 你一定要选择比较低薪的薪水 或是甚至连你中彩券啊 或是有时候这个死亡的权利都没有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呢就是公务它的资产水平是十分的 是十分严格的 一个家庭的资产限额呢是116万港币 两个人是176 三个人是224 四个人是280 只要你这个收入或是你的资产 超过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算人头这样的比例之后呢 就会被赶出去 所以呢 如果你要选择住公务的话呢 就要在年轻的时候是完全不能够存钱的 因为你只要一旦存出这样子的这个积蓄的话呢 就会失去你的这个公务的资格 那如果今天比如说你是两个老人家跟一个孩子好了 如果今天其中一个老人家他突然去世了 那你的这个等于你的这个资格呢 是从三个人224万就马上降低到了176万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他这个条例是十分的不符合人情的 因为政府总是希望他这样子的帮助做措施都只是应急嘛 希望在长远看来的话呢 还是可以提供给这些人一个可以回到正常管道上 可以就是自己负担自己生活的一个这样子的未来和方式 但是在这个公务的这个限制条例之下呢 这些人他们就只能是永远都维持在一个十分低的收入底下 才可以维持他们的资格老的时候呢要来申请救济金 否则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这个收入或是没有任何的积蓄的话 是不可能让你自己养老的 那我们刚看到这三种收入的情况呢 觉得第C就是最后这个低收入的情况听起来好像很惨 但是呢其实呢其实这是现在香港年轻人多数的情况 因为呢香港现在的个人薪水的中位数呢是一万七千元 但是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只有两万七千元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年轻人他们的这个平均收入呢都会是在B或C之间 或是就是在落在这个C低收入的这个门槛底下 所以呢许多现在的香港年轻人他们只能跟家人一起居住 他们除了对香港的大环境失去了信心之外呢 有学历还有才能的有一定程度以上的这些年轻人呢 他们主要都是希望能够移民 有些人是希望可以移民到邻近的新加坡或是泰国这些亚洲国家 那也有一些人他们其实是有国外护照的 比如说早期如果家人帮他申请可能会有英国护照 或是有些人他其实是有美国绿卡的 但是很多人他们都还是希望可以留在香港跟家人一起奋斗 找出一个出路 所以所以这次运动呢就反映出了香港他们世代之间的冲突 在这个房租房价居高不下要仰赖原生家庭呢 这是一个现在的大环境 但是呢很多这些原生家庭的长辈呢 他们其实跟现在年轻人的思考模式是很不一样的 他们很多人是秉持着不要招惹中国北京这样子的思维 对于参与反送中的行动呢 其实很多这些老一辈的长辈哦 他们其实是很不以为然的 所以对于参与活动的香港年轻人来说呢 他们上街头要与港府抗议与港警对峙 回到家里之后呢 跟家人的价值观也是有十分严重的冲突 所以可以想象他们现在的生活呢 压力的确是十分的大 除了这个现实经济的问题之外呢 世代之间的价值观的差异 也成为了香港多处年轻人的负担 对他们而言呢 要有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不论是新邻或者是住家上来说 似乎目前都成了一项奢侈品 以上就是今天的明镜焦点 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请在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 也请您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 并订阅明镜电视 我是维仁 我们下次再见 打开明镜电视 每次都是新世界 节目中言论为个人见解 不代表明镜的观点或立场 YouTube频道名明镜火拍 苹果博客名明镜火拍音频版 网站www.minjinnews.com 推特atminjinnews